好 那我們看十二題 十二題它說平面上它有nb兩個點 而且p點是在直線nb3 如果ap比bp是5比3的話 不過你說p點的作標要得多少 好 那這個題目仍然沒有告訴我們說 它到底是線段nb3還是不在線段nb上面 好 那也就是說它可能是在線段nb3 那就是內分點公式 m加n就是5加3分之n的3 3的oa加上m加2分之m 5加3分之5的ob 就變這樣 那我們講過說p點的作標就可以用op向量來表示 a點的作標就是oa向量 所以p的作標就可以寫成8分之3乘以 a的作標再加上8分之5乘以b的作標 是不是就這樣 好 所以這個a的作標是5-3 這個是-5-6 那我們看它x就是8分之3乘以5 加上8分之5乘以5 8分之3乘以5 加上8分之5乘以5 然後看它的外作標就是8分之3乘以-3 加上8分之5乘以6 8分之3乘以-3 8分之3乘以-3 8分之5乘以6 好 那這計算的構成答案出來是-4分之5跟8分之2之1 那第二種情況就是 你可能啊 不在線段ab上面 那不在線段ab上面的話 你的這個n就改成-n 3就改成-3 所以所有的這個3的地方 就把它改-3 這3的位置改成-3 其他都照抄 所以這個是2分之3的oa 跟2分之5的ob 所以它的p點的坐標 就可以用2分之3乘以a的坐標 加上2分之5乘以b的坐標 那a的坐標一樣啊 是這個 所以看它的x的話 是2分之3乘以5 加上2分之5乘以5 2分之3乘以5 2分之5乘以5 它的y坐標就是2分之3乘以-3 加上2分之5乘以6 2分之3乘以3 2分之5乘以6 好 那算出來的答案是-20跟2分之39 那這兩個答案都可以 所以我們也有兩個答案 看看有問題